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化身洗车小弟 全新造型在遭路透 人帅穿什么都好看 这一次,路透社放出了吃瓜妹子张小涵 这组视频中,王一博的洗车服直接暴露 宽松的工装裤和灰色的T恤 王一博把头揣在兜里的样子还挺好看的,有趣的 只能说这套穿搭 对于我们这些颜值空的人来说 还是觉得王一博帅气帅气 远远看去就是王一博 简单的短发露脸,特点 但整个人似乎都充满了青春的感觉 王一博的短发真的是把青春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一个颜值出众的人身上 青春活力和青春气息的集中体现 从开拍到现在 这部作品的热度一直不减从上线到跟进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官方微信宣传这么厉害 恐怕它也符合这部电影 一个字就是热情 这是一部清喜剧题材的作品 也是一部非常专业的作品 获得了众多嘻哈大神的参与 其中 男主角王一博是一名嘻哈舞者 可以说是定制的 大众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 也是被各种的路透给一次次的拉满 很多人虽然说拒绝路透 但是这部剧是目前为止 王一博作品中 路透最多的一部剧了 其实这种路透照的试出 没有太多的抵制必要 虽然之前放出了很多细节上的物料 王一博的身穿奥特曼服饰跳街舞 做的还是地板动作 大风车 着实也是惊呆了一众网友 还有化身外卖小哥 穿梭于小吃街摊 干着打杂的工作 这次呢 更是化身洗车小弟 看起来拉拉垮垮的造型中 反而更加接地气地呈现了 这部剧的真实性 谁的梦想不是从脚踏实地的生活中萌发 为了自己的追梦之路 就需要低头前行 话说回来 我们对于王一博的喜欢 显然已经走过了严控的阶段 毕竟他用自己的出圈实力证明了自己 街舞的光芒早已经改过了流量的束缚 作品的表现 大众的认可 路人员的提升 官媒的认可 主流的鼎力支持 都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发展潜力 如今的王一博 真的是刻意降低热度的同时 也让大众对于他的出现 充满了无限的期许 反而人气更高了 他的态度 他的做事风格 更深得人心 比起时不时出现的各种无效热搜 王一博的每次出现 都显得尤为凸显 哪怕是带着太多的针对性 可是好的口碑早就为他赢得了人心 王一博是一个凭一己之力 成功把很多追寒流的人拉回来的存在 也是一个让多少年都不追星的人 开启追星模式的人 更是一个活成当下年轻人都想要成为的人 一个追寻热爱与执着 他带给我们的哪怕是带了些非议 但是更多的是新鲜感跟活力 是一种青春的年轻力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他能够把流量带向正确的方式 让追星的人可以享受到更广阔的世界 王一博凭一己之力 走出国门完胜一个团 没必要总被频繁针对 王一博在考编 实在太离谱 理由竟是 主流证据一步接一步